当地时间30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捷克总统泽曼陪同下 在布拉格参观斯特拉霍夫图书馆 习近平抵达图书馆时 泽曼在藏书阁大门迎接并陪同参观 图书馆馆长向习近平介绍馆藏终结交往书籍 随后两国元首前往事败露台俯瞰布拉格景观 习近平表示 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艺术和文化珍品 实属难得 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 是捷克人民拥有的一笔宝贵财富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 我们两国在文明互建文化交流上 有很大合作空间 终结双方应该密切人文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为双边关系发展奠定坚实民意基础 参观结束后 习近平和泽曼亲切化别 习近平指出 我这次访问捷克 感受到了捷克和捷克人民的友好情意 访问期间 我同泽曼总统多次进行深入友好交流 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 打下良好基础 中方愿同捷方保持高层接触 增进战略互信 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 谱写终结关系新篇章 泽曼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 对捷克的历史性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捷克高度重视结中关系 愿同中方共同推动务实合作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斯特的图书馆已有850多年历史 藏有20余万册珍贵书籍 王沪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